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计划效仿邻国新加坡增加列车每天的检修时间 对此交通部已经授权国家基建公司探讨缩短列车营运时长至晚上11点的可能性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 一旦有了定案将会做出宣布 并给予充分的时间让乘客适应铁路服务的新营运时长 提到每天乘客量爆满的格拉纳在野轻快铁干线 交通部也将增加这条干线的列车数量 以便能够应付庞大的乘客量 预计将在明年达到50辆列车的目标 同时国家基建公司将从5月起 每个月20号公布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报告 来监督铁路服务营运 并减少列车故障延误的情况 国家基建公司也立下目标 在2026年第三季度达到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 100万公里的目标 成为名列全球前十的设施营运商 这份报告将作为评估列车及巴士服务的指南 提供轻快铁 单轨列车 电动火车 以及快节通巴士的数据 客量 载客率 服务可靠性 服务可用性和车站设施 马兴社电视 罗颖月采访报道